周十九将林手边的书拿开 脸上的笑容安宁和月 刚醒过来就撵我出去 难有这样的道理 他身上没有洗澡 今天想要拿金子擦擦 都被嬷嬷拒绝了 这样和周十九睡在一起 总觉得怪怪的 更何况 林满月还早着 想来想去 最好的是 他的法子就是让周十九搬出去睡 免得看他蓬头勾面的模样 周十九搂着林姨 月子里不要看书 免得伤了眼睛 就按嬷嬷说的好好僵养 这样嘱咐下来 他倒成了小孩子似的 玉姨说了 就养七七四十九天 汤药也刚好喝到那时候 周十九低下头来 黑在林姨头顶上 林姨轻推了推周十九 我身上还没走 原来别扭的是这个 周十九仰起嘴角 露出浅浅的笑容 明日我去太医院问问 陈姨医 能不能用热水擦擦 周十九嘴上这样说 手臂还是将林姨揽过去 学员不知道 我有些习惯 我有些习惯改不了 换了屋子让我如何睡 嫁给周十九之后 他已经听习惯了这样的辩解 林姨靠在周十九怀里 安稳地闭上了眼睛 君王还瘦了不少 该好好不要 周十九拉起林姨的手 放在腰上 原来是嫌弃我瘦 放心吧 你出了月子 我也补了回来 总不能个着你 他哪里是这个意思 林姨笑着红了脸 月子里禁忌多 不能看书 不能久坐 不能动针线 连抹额也不能摘下 好不容易熬到出了月子 就因为踏实难产 御仪交代 要多躺十九天 过了七七四十九天 林姨才舒服地 写了个早 讲师来看林姨 听到这样的话就笑 谁都抱怨 坐月子很辛苦 现在好了 总算是过了这一关 说着 端详林姨的脸颊 不过才几十天 怎么就受回了 原来的模样 我认识的不少人 出了月子 比怀孕的时候 还要风雨呢 怪不得郡王爷 连府中燕客的日子 也改了 是怕你太过操劳 支持不住 本来是满月宴 却改在了 他能起身之后 加上 周十九在 林姨病重时 像换了个人一般 如今 整个京城都知晓 他们夫妻感情深厚 蒋师笑着说了会儿话 趁着走又没人 宗室营里 要出大事了 林姨仔细地 听蒋师说话 蒋师道 前几日 宗室营里 有一位长辈出去喝酒 从奶背上掉下来 差点就被马踩了 现在还在床上 不能动弹 道士说 宗室营里 有血光之灾 还不知道 要落在谁家 你生产那几日 静郡王妃崴了脚 到现在走得还不利涂 咱们有位婶子 去静郡王府做客 才走到了 静郡王府的垂花门 就又哭又笑起来 把我们都吓坏了 还是我胆大陪着那嫂子 说到这里 蒋师目光闪烁 嘴角含着笑意 谁知道 那嫂子出了 静郡王府 整个人就好了 头也不疼了 也不再胡言乱语 只是我们怎么劝她 她也不过去宴席 倒让静郡王妃为了难 亲自出府 好一阵子安抚 这才把婶子送走了 林一看着 蒋师的模样 也笑起来 蒋师还真是聪明 这样一来 静郡王妃定会觉得 自家有什么污秽 林一道 那婶子 会不会说出去 蒋师摇头 就是说了 也和我们无关 那婶子 像来是疑神疑鬼的 听下人说了些闲话 就发作起来 两个人说到这里 狗门门来道 来客了 已经迎去了花厅 现去王妃在待客呢 林一看了看沙漏 早到的 都是与她交好的宗师傅 不光是来庆贺 还是来帮衬 林一和蒋师起身 我们去看看 蒋公帽送来斗篷 给林一穿了 蒋师和林一 边走边说话 静郡王妃那边如何 林一轻声问 蒋师道 系日家里长辈的 忌日办了道场 又是和尚又是道士的 鼓道了一阵子 花了不少银子 不过 最近静郡王妃 还是不断地 往姓亲王府跑 姓亲王府的下人也说 晚上看到了人影 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姓亲王妃 还让人打着当劳 去寻贼人 结果 还有什么贼人呢 大宅院就是这样 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 就能生出许多闲话来 人云云云 渐渐地 将话就传得离谱 不过 姓亲王妃年纪大 不会像静郡王妃一样 慌手慌脚 姓亲王府 就算有些动静 暂时也不会怎么样 不过 当时寻到普远大师 修金塔的 却是姓亲王妃 这件事 注定姓亲王妃 跳不开干系 从前都是她被人算计 现在轮到她算计旁人 还真是风水轮流转 林一看向讲世 你怎么样 可有消息了 蒋氏脸一红 什么也瞒不过你 才过了两个月 还不能说出去呢 蒋氏今天一进门 就满面喜气 有些忐忑 又有些害羞 是林一再熟悉不过的 林一道 可巧 我怀孕时吃的枸杞 大早餐药茶还有呢 一会儿让包给你 生日里带茶吃 也是有注意的 蒋氏脸上微红 那我便收了 改日还要像你要 狮子爷穿的小衣服 将来 我也好能一举得难 蒋氏半真半假地说笑 两个人很快走到花厅 葱氏营的夫人们 陆续到了 林一让乳娘 将孩子抱来给他们看 孩子过了百岁 才能请族里长辈赐名 现在他们就 狮子爷狮子爷地叫着 林一听着众人礼貌地夸奖 真是漂亮 和郡王妃长得一模一样 是呢 看起来又聪明 将来呀 一定和郡王爷一样 能不能我 要我说呀 这段日子总是赢的孩子 哪个也不如 康俊王世子爷漂亮 看着小孩子 不时地撅起嘴 向四周好奇地张望 但凤眼 比刚出生的时候 还小了些似的 哪里有半点漂亮的模样 说是孩子像他 是因为周十九 眉眼太英俊 这个小家伙 真的没有半点奶腹之风 不过 无论长什么模样 都让林一心里痒痒的 恨不得整日抱在怀里 古妈妈寻的乳娘很谨慎 自始至终 都把孩子护得紧紧的 生怕身边有谁过来 不小心伤到了孩子 平日里 在林一身边话不多 全心全意地 带着小柿子 这一点 让林一又放心 又满意 看时间差不多了 乳娘带小柿子 下去吃奶 林一和众位夫人 落座说话 众人才讲了两个笑话 静郡王妃到了 众人起身 互相醒了礼 静郡王妃 坐下来吃茶 康郡王妃和静郡王妃 向来不和 静郡王妃过来 不过就是走个过场 脸面上应付一下罢了 客人到齐了 大厨房准备好了饭菜 林一二人摆桌 众人陆续入席 派后的桑期过了 大家好不容易透过气来 就想递着宴席玩一阵子 有人提议要传花 林一让人从花房 折了一枝玉兰花 蒋氏主动起身 要去平后击鼓 在众人手中传来传去 两次都落在林一手里 众人顿时哄笑 让林一讲笑话 林一特说不会 众人就拉扯着笑 林一只好喝了杯桂花酒 第三次落在林一手里 蒋氏出来提议要作诗 宴席中会诗的媳妇子也称好 众人又热闹了一阵 姓郡王妃坐在角落里 渐渐扬起了眉毛 心中冷笑 众人又相继行了几次令 女眷们喝了桂花酒 姓郡王妃觉得无趣 话也不说 幸好康郡王妇的桂花酒极好喝 就在一旁坐着 独自饮酒 偶然抬起头来 看到女眷们瞄着她 窃窃私语 庆郡王妃感觉气闷 让丫鬟陪着去更衣 从院子里走回来 也不知道 哪里就传出一阵笛声 呜呜叶叶叶地 让人听得好不心酸 靳郡王妃皱起眉头 看向身边的丫鬟 可听到什么动静 那丫鬟也听到了 忙点头 说不得 是康郡王府请了女仙人 靳郡王妃冷笑 她也请不到什么好人 大喜的日子 偏要哭丧起来 两个人往前走 靳郡王妃似是眼前一花 看到有人戴高高的帽子 从她眼前一掠而过 不似寻常人的打扮 顿时吓了一跳 就去拉身边的丫鬟 你看到没有 那丫鬟低头伺候 什么也没看到 只是摇头 靳郡王妃觉得 心跳如骨 一时间周身冰凉 主部两个好不容易 走回花厅坐下 在女眷的欢声笑语中 靳郡王妃好不容易定下心神 丫鬟刚好 才端了新蒸好的鲈鱼上来 靳郡王妃好时鱼眼 就要身快去家 谁知道 筷子刚要落下 那鱼眼睛就一下子落下来 顿时将靳郡王妃下的 收回筷子 将旁边的茶碗也打翻 茶水顿时落在 靳郡王妃的裙摆上 坐在靳郡王妃身边的女眷 就惊呼出声 急忙让下人拿筋子过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靳郡王妃身上 为了夹菜打翻了茶碗 这样的事着实让人脸上无光 旁边的下人粗手粗脚 擦疼了靳郡王妃的手臂 靳郡王妃心里的火顿时烧起来 一脚把那下人踢在地上 那下人惊呼一声急忙够饶 林依起身过来瞧 靳郡王妃消消气 这是怎么了 林依的声音不高不低 靳靳王妃看过去 对上林依那双闪烁的眼睛 似笑非笑似的 靳靳地看着她的狼狈 趁她不注意 还特意看了看盘子里的鱼眼 当着这么多女眷 靳郡王妃不好发放 可是 只要想到广平侯在磕道时 参踏墙外土地 官府就在果林里挖出尸身 属性果林不但被官府封了 靳郡王妃还陷入了官司里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脱身 建金塔是她向信其王妃提议的 本来一切顺利 又被磕到一本参到了皇上那里 金塔不能建成 她在佛祖面前许愿未还 家中频频出怪事 靳靳王妃又想到刚才的笛声 还有那戴高帽子的身影 回来之后 鱼眼又突然掉下来 靳靳王妃皱起眉头 看见林依 好好的办宴席 怎么让人吹那样悲戏的曲子 我在花园里听了就吓了一跳 众人都关切靳郡王妃打落了茶碗 谁知道靳郡王妃会提起什么曲子 林依也觉得十分诧异 和众位女眷面面相去 郡王妃收的什么曲子 刚刚我们一直在接骨传花 哪里穿什么曲子了 靳郡王妃从一开始就在角落里坐着 不愿意和康郡王妃亲近 众人也知晓两家关系 聚在一起难免有抵触心理 却没想到真的会生出什么事来 靳郡王妃皱起眉头 看向身边的丫鬟 你听到没有 那丫鬟不敢怠慢 急忙到 真的是有 我们郡王妃还看到了人呢 这样的话题 一下子打破了欢快的气氛 我们家老太爷刚没 家里的宴席就没有大半 浅院没有请客人 就是我们女眷拒绝 更没有请西班子和女仙人 林依说着看见狗妈妈 去查查 有没有谁在花园里吹笛子 惊了靳郡王妃 林依说完又问靳郡王妃 郡王妃可看到了吹笛子的人 提提这个 靳郡王妃脸色顿时变得煞白 靳郡王妃半天不说话 林依低声道 我有一套新做的衣服 若是郡王妃不嫌弃 先换上 蒋师也关切地来看靳郡王妃 我陪你去换衣服 都说挥手不打笑脸人 更何况是在这样的场合 靳郡王妃也不好在争执 狗妈妈忙上来引路 带着靳郡王妃去换衣服 你回到座位上继续主持宴席 众人才落座 外面又隐约传来喊叫声 众人面面相去 这是怎么了 林依打发胡桃去看情信 不一会儿功夫 胡桃回来禀告 兴致王妃说 在花园里看到人影了 在花园里看到人影 林依没有作声 半赏才道 是不是传菜的媳妇子 胡桃道 应该不是 媳妇子们都在外面等盘子 奴婢才去问过 没有人从那边过来 林依只想了合手 去跟进去王妃说 今儿府里来了客人 下人们来来往往地忙活 难免毛手毛脚 看她别害怕 胡桃合手 是 奴婢这就去说 林依想了想 再让厨房准备一些温热的汤水送过去 让进去王妃压压 胡桃下去安排 林依笑着和身边的女卷说话 好半天也不见进去王妃回来 林依正要请人去问 蒋氏带着胡桃进了门 没事吧 林依低声问蒋氏 蒋氏坐下来 进去王妃觉得身上不舒服 让我说一声 她先回去了 蒋氏说话的功夫 花厅里渐渐安静下来 蒋氏话说得含糊 当着女卷的面 林依也不好多问 满屋女卷倒是更好奇起来 一面若无其事 一面请人去打听 等到宴席结束 林依留下蒋氏细说 蒋氏说起见句王妃 这一次真是树咬 她是吓破了胆 恨到什么都一惊一乍的 她问我 我就说没看到 蒋氏和林依坐在 林侦大炕上 丫鬟断了热茶上来 蒋氏笑着喝了 米南产的时候 靳君王妃可是很高兴的 要不然也不会挽着脚 康君王请了张丰子来府中 前脚踩到 后脚衙门里就得了消息 靳君王府在这件事上 可没少处理 现在好了 该是她害怕的时候 周老夫人传出消息 靳君王妃煽风点火 再有董长茂从旁左住 朝廷就立马来抓人 解灵还需系灵人 是他们先算计 现在就让他们来解这个结 送走了蒋氏 周十九很快下牙回来 林依去套间服侍周十九 换上长袍 好久没有点击脚尖寄金扣 但林依看过去时 周十九已经寄好了 若是日后她都能如此 她倒是省事不少 林依刚要落下脚 周十九又把金扣解开了 靳亮的眼睛带着笑意 仔细地看着她 雪白的衣袍 颤着她的脸庞极为柔和 长长的睫毛油起油黑 看林依没有伸手 就微微欠了身子迎上来 林依对她的无赖将来没有法子 伸出手灵活地将一颗记好 周十九拉起林依的手 今天身子怎么样 累不累 比别人已经多躺了十九天 怎么还会累呢 这些日子 攒起的精气 其实也发放不完 林依摇头 不累 周十九抿了抿嘴唇 忽然一笑 那就好 这人好像总是让她看不透似的 眼睛里明明有深意 却不肯直说 菊红上前行李 厨房就饭菜准备好了 问把在哪里 林依看向周十九 摆去灯字间吧 这些日子 周十九都陪着林依摆了炕桌吃 现在她做完月子 一切都该恢复从前 我一个人吃 不用那么麻烦 周十九在炕上坐下 林依吩咐小丫鬟摆炕桌 这样子 我就这样子 我们感觉下雨 acab变了 那我 有好